美国已经把各种先进的装备给他 给了他弹簧刀 他说很难用 给他M1 A1的主战车 被俄罗斯当作战利品 非常难看 他拿到F16到底有没有用呢 其实没有用 苏凯35 他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2.25马赫 F16他的最高速度只有2马赫 你跑不赢人家 德伦斯基 为什么找到中国大陆呢 因为中国大陆说 要尊重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 好 今天回来来关心 达了真正两年半 俄乌战争 11月份就要正式告终吗 因为现在就算F16已经到手了 恐怕都没有用 德伦斯基在专访当中他透露 他在11月底前要制定一项和平计划 这个时间点很敏感 因为他就紧接在美国的大选之后 我们先来看到了 德伦斯基他最近是接受了NHK的专访 他是这样说 他说已经准备好 要跟中国大陆来会谈 希望直接确认中俄生化关系的真实意图 而且德伦斯基这样透露了 11月底前 他会制定一项和平的行动计划 所以外界认为 这看起来恶乌战争 接下来和谈是不是有希望了呢 但关键他说 结束战争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要耐心 再来要得到支持 还有就是外交压力 这样才能公正的结束这场战争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了 其实这一次 在泽伦斯基发表这个谈话专访之前 其实乌克兰的外长是有去中国大陆的 跟王毅见了面 其实很尴尬 大家都知道 在哪里见的 在广州 他连北京都踏不进去 我们来看到的 BBC这样分析的 乌克兰外长 他访中国大陆四天了 他完全没踏进北京 这反映了是不是 大陆其实对于 他乌克兰的态度 有点冷淡 甚至是打发意味比较浓厚呢 反观你看这一次 巴勒斯坦代表 都可以进去北京了 但反而乌克兰不行 是不是还是要考量 他的兄弟普丁的面子 那当然现在关注到的是 在美国国防部 最新消息传出 就是他还是要援助乌克兰 最新的军援又来了 价值大约是17亿美元 提供什么 提供炮弹 像是155公里 像是105公里的炮弹 还有高机动性的 多管火箭系统 这些都是现在乌克兰 非常需要的 防空弹药跟炮弹 所以想跟大使先来聊聊 其实这场战争 真的打了两年半了 泽伦斯基是不是也意识到 现在看起来 整个局势对他们来说 都是相当的不利 绕了一大圈 他竟然还去找上了 中国大陆 他觉得大陆 比较能当何时老吗 当然这已经很明显了 泽伦斯基都已经讲出来了 对不对 那基本上就是说 这场战争 其实我们很客观讲的话 以现在乌克兰自己的实力 尤其军事实力 他是撑不下去的 他打的每一颗炮弹 都是靠美国 跟这些美国的盟友支持的 包括他的经济 也是靠外援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 我们就认为他基本上 他是等于说是 北约 美国跟一些欧洲国家的佣兵 帮着他来打俄罗斯而已 那如果美国跟美国 主要是美国的立场改变的话 他想打他也没有弹药 他怎么打 所以现在的问题 就泽伦斯基来讲的话 他面临就是说 美国可能会变天的一个因素 当然拜登是希望这样才能打下去 因为拜登曾经阻止过好几次 这个俄乌和谈的这个可能性 因为普丁也说 当时就是说开展 刚开始的我们记得很清楚 俄罗斯的大军把基辅团团围住 然后撤出的时候 本来就已经开始谈了 而且在战争的初期 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的这个 不只是外交部门 他们的军事部门 也谈了好几次 后来都谈不下去 因为美国从头到尾都反对 拜登从头到尾反对 俄乌战争停火 所以就是说到现在 可是拜登已经出局了 对 要反转了 那你也不能说 贺锦丽一定就是拜登政策的一个 一个拥护者 对不对 可是如果是川普的话 川普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他上任 他可以一天就被结束 而且共和党的政纲里面 有一个非常明白的一个政策 就是说防止第三次世界发生 然后要尽快的在欧洲及中东 重建和平 这是共和党的政纲 这也是川普讲了很多次的他政策 那前一阵子 这个泽伦斯基也跟川普 直接打过电话 那他打他 泽伦斯基没啃其是川普自己说 泽伦斯基前两天打电话找我 对 对对 我们谈了蛮多的 谈了蛮多的 那可是问题一谈完以后 你就看到这个 转头找了中国大陆 乌克兰的外长就去了 就去了这个广州 而且那个泽伦斯基的画风也改了 也就是说他认为战争是可以停止的 而不是前提条件一定要规范所有的 这个俄罗斯的侵占乌克兰的领土 都有弹性出来了 那当然这个我们看很清楚就是 美国方面出了变化 也就是你今天你在台面上 哇这个风起云涌 后面的这些老板 态度变了 那这个游戏还玩不玩得下去 就是一个大问号 可见泽伦斯基 他已经在为这个 可能到来的一个川普的一个时代 他已经预先有做布局了 那为什么早上中国大陆呢 你记得战争开始没有多久 中国大陆公布了一个 中国大陆对俄乌战争的十二点意见 这里面有一条乌克兰 我想到今天大概还很感激的 因为中国大陆说 要尊重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 那这一点的话 我想就是泽伦斯基 他可能他觉得他可以信赖中国大陆 来帮他处理这场即将要展开的和谈 是的的确很关键 那见长我们一起来看 那当然泽伦斯基现在定的这个时间 十月底其实也很敏感 基本上就是美国大选后了 这个时间也恰恰好 那你怎么来看 基本上美国现在最新的军援又来了 因为毕竟现在还是拜登 这一批军援你觉得对乌克兰有用吗 现在西方的军援 是不是只是让乌克兰就撑在那里而已 的确他就是撑在那里而已 而且泽伦斯基刚刚正如主持人所谈到的 就是他希望确认中俄深化 深化关系的真实意图 这个泽伦斯基真是开始飘了 中俄关系是你可以过问的吗 那根本就是你管不着的 而且美国已经把各种先进的装备给他 之前给了他弹簧刀 结果呢 他说很难用 然后之前给他M1 A1的主战车 结果被俄罗斯拖到俄罗斯的广场上面去当作战利品展示 好难看 对非常难看 那也就是说在这场战争打下来 我们可以看出来当然是两败俱伤 但是泽伦斯基打到一无所有 但是现在F16要来了 那这个是网路上的一张照片 不过我必须要先跟各位观众报告 这只有一个来源 那所以也就是无法查证他的真实性 但是为什么会拿出来用 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基宝的这个结构 根本就是一个木造的结构 跟现在乌克兰的环境 其实真的非常像 那但是他拿到F16到底有没有用呢 其实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他的这些 他取得的F16 都是什么 荷兰 挪威 波兰 这些国家太处的 他的F16不是我们台湾的F16 Viper 他是F16 AB型 最早一款的 虽然他可以加挂各种的飞弹 但是他可以在空中存活多久 他如果遇到苏凯35是什么状况 苏凯35我们来看 他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2.25马赫 可是我们对照F16来讲的话 他的最高速度也就只有2马赫 意思就是你跑不赢人家 差这么多 对 然后再来讲推重比的话 也就是我可以带的弹药的那个比较多 是1.3倍 那如果说我们来看到F16的话 只有1.06 所以根本不是一个对手 然后接下来我们讲说 现在我们有很多专业的网友都在说 现在的作战都是四具外决战 四具外决战 你讲什么那个缠斗的问题 我们就来讲四具外决战 四具外决战我们现在看到黄色这个是F16 他的一个他所使用的APG66 66雷达他的征收距离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个位置 可是我们相对的看苏凯30 他可以在你还没有侦测到他的时候 他能侦测到你的存在就直接 就红色范围是他的侦测范围对不对 你看他整整多了他一倍的距离 对 所以我们这样讲 那个哲伦司机拿到了F16 其实也没什么用 数量不足 而且呢 他的人员换装要去学习英文 学习是什么样子 那才是我们要接下来继续观察 所以教授你怎么看 我们就讲到他能不能使用好了 我们讲乌克兰 乌克兰现在他有培训码 他有培训码要去开 他现在能够开的大概就是20个人 20人当中 10台10架而已 对你说F16一台要配这两个人 顶多就开10架 那你10架能干嘛呢 所以你要靠F16去反转 这个整个俄乌战争的一个战局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悬念的 但我觉得在整个的一个 乌克兰的明星世纪上面 或者是他可以用的国际宣传的 一个策略面向上面来讲的话 会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加分 但是我坦白讲 实际面向上面 局限性非常非常高 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说 这些飞行员要能够驾驭 这样的一种高阶的一个战机 它这个技术要非常非常的成熟 那你技术没有办法成熟的话 你没有办法产生这整个 高效的一个战斗的一个效果 这第一个部分 当然就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局限性 那第二个也就是传出来说 今天有一些F16的一个战机 for乌克兰的 是先停在其他的一个国家 那所以呢就传出就是说 俄国可能要打击这些国家的 所停放的F16的一个 for乌克兰的一个战机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会不管是真还是假 就会让那些好 停F16战机的一个国家 产生相当程度的一个压力 那如果乌克兰要跟那些国家去 细部去做一个谈判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也有相当程度的一种 复杂性跟困难性 重磅聚焦带你来掌握 打了两年半了 这真的要结束了吗 讲的是俄乌大和解 全世界都在等这一天 日子看起来似乎越来越近了 因为大陆出手了 而且抢在美国大选之前 北京当起了和事佬 俄乌的和谈 现在真的会在大陆上演吗 因为现在乌克兰真的叫做 越打越挫败 甚至还怪起自己人 我们先来看看这张关键的照片 7月24号就在广州 这张照片对外曝光了 中国的外长王毅 会见了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两个人和谈 手握手谈了什么呢 针对了俄乌的谈判来做交换意见 好乌克兰现在表达了 他这样的看法 只要坚守两个原则 愿意跟俄罗斯来做谈判 第一个原则就是 没有乌克兰的参与 就没有关于乌克兰的协议 言下之意乌克兰一定要在场 再来要完全尊重乌克兰的主权 跟领土完整 这个领土完整 就是这一次和谈的最关键的争议点 稍后我们来好好聊一聊 另外来看到了 那王毅也给出了很正面的回应 说会继续扩大乌克兰的粮食进口 推进中欧关系 也愿意为和谈跟停火 来发挥它的最大作用 好那至于俄罗斯呢 俄罗斯这一次也给了一个 蛮乐观的看法跟态度 我们来看一下了 俄罗斯克里姆尼公的发言是这样说的 他说其实泽伦斯基早就借满了 今天五月任期就借满了 应该要选举了 但是他没有选 所以他的统治的合法性是有问题的 不过现在对于这场俄乌的谈判 他们还是保持着开放态度 哇那大陆现在和事佬当的 其实蛮积极的哦 我们来看一下了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林就说了 现在这个大陆要派他们所谓的 欧亚事务的特别代表 7月28号礼徽就要开始启程了 要去哪里呢 访问巴西访问南非访问印尼 要为接下来乌克兰危机展开 第四轮的穿梭外交 目的就是要重启这个谈判的累积条件 好我想先问一下了 我们想问一下这个黄教授 可以看到北京最近真的很积极 他就想当这个和事佬 包括其实在俄乌战争之前的这一场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本来地区分裂的哦 现在在他的作合之下 现在这个地区分裂也开始讲和平了 那紧接着你看看俄乌战争的关键谈判又要来了 所以中国大陆最近这个和平建设者的形象 是不是一再被吐血 这很明显是中国大陆在最近的 跟西方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集团的外交战里面 他的一个布局 主要就是因为在经贸或者科技上面 反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而且美国以他的国际话语权 大量地散发在全世界 说中国大陆的不是 中国大陆就算他喊冤 但是呢他也没有太大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利用 这样的一个和谈促进者的角色呢 希望可以让国际上看到中国大陆 并不是像某些西方政府或是媒体讲的 那么的穷凶恶极 那么的不做好事 那这是两边争取国际舆论的 各自的一个做法 那但是中国大陆这样的做法也 说实在啊 他也不是完全是因为美国在川普的后期 也就是大概在18年的中下期之后 开始压迫中国大陆之后的反应 并不是完全这样子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 从17年开始 中国大陆 中共的党章里面已经纳入了 叫做全球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概念 然后18年就写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那这个写入宪法 当时大家说 哎呀你可能只是嘴巴讲一讲啦 说我要做个好人 我要做个和平促进者 但是呢并不会有什么实质的举动 那我个人研判是 中国大陆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宣示 但是到底要怎么做或许还不知道 但是发生了俄乌的冲突 发生了以哈的战争 再加上美国在国际上 我刚刚讲的 一直给它全面的压制 中国大陆想说好吧 既然这样子 我前面的构想我都有了 那我就把它落实好了 所以我们才看到了 目前很多一些配套的战略 包括像这个全球安全倡议 这全球安全倡议 也是中国大陆提出来的 提出来之后呢 里面包括 当然有些我们常听到 像维持传统安全跟非传统安全 然后要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安政 还有呢和平协商对话 这些其实都很正常 我们已经念国际关系 听了不下数万次 可是呢中国大陆找到了 它可以发挥的契机 就是我刚刚讲的 俄乌跟中东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 一路做下去 美国反而大家觉得说 你好像在俄乌 就是在那边 做一个卡关的角色 在中东呢 原则上你还是支持以色列 只不过你不敢 那么明显的支持 因为以色列的这个 不成比例的报复 好那最后我要讲就是说 从目前中国大陆 这样的做法看起来 我觉得 第一点他跟美国呢 就是说我们做一样的事 但是我们找的对象不一样 所谓什么叫一样对象的事 就是我们都要促进和平 一样的事 但是找对象不一样 包括刚刚讲的北京宣言 巴勒斯坦十四个派系 这真的是不简单的事情 而且北京宣言以后 在研究中东历史的时候 就多一个 除了你看到什么大卫营协定 什么什么奥斯路协定 有个北京宣言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中国大陆慢慢的从被动变成主动 过去像俄乌冲突 人家说你应该可以当个和谈者 他都没有介入 对他都慢慢的说 我们希望这个冲突应该和平协商解决等等等等 但是从来不动 现在慢慢开始从被动变成主动 为什么的关键呢 因为这其实是乌克兰的高层 第一次进到北京去跟北京的这个网易台 外长第一次 对 所以这是不是算是说 其实也赶在美国大选前 因为川普要上来 如果 现在看起来其实是很旺的 这是一个川普的变数 所以让大家觉得说 以前我的那个行为模式 可能要改变一下 因为我必须要避险了 但是呢 刚刚反过头来讲 那中东根本不用讲了 就是北京宣言当然就是北京很主动的 但是美国呢 反而我觉得它从一些主动慢慢变成被动了 因为它很多事情又卡着国内的选举 又在各地的这个冲突里面 它的立场太明显 所以导致它不能够变成一个非常有效 可以运作的第三方 是 所以看起来这个契机是越来越明显了 那我们想跟张教授一起来看 就是说其实现在不只是外部上的压力 看起来的政治变化 内部上来说呢 因为其实好像这个乌克兰自己人民也受不了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民调做出来的结果 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个是在基辅的国际社会学的研究所做的最新民调 现在32%的乌克兰人同意某种形式的领土让步 而55%还是反对的 虽然说比例看起来现在反对人多 但是我们要去猜解一下那个数字 30%其实已经算高了 为什么 因为一年前只有10%的人同意 去年底只有19%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增加到了32%了 所以其实乌克兰人自己也打得很累了 现在对于他们来说 整个领土完整这样这四个字 似乎不再这么追求了吗 尤其庄教授你看 乌克兰人真的打得很疲惫 最近你看国际生事什么 奥运正在登场了 乌克兰人自己的运动员都暂时在前线 他们似乎也没有办法这么完整地去参与这样国际生事 所以他们自己人也疲累了 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民调 现在似乎同意领土换和平的比例上升了吗 本来叫做寸土不让 可是这个民调现在似乎出现关键的变化 是的 这是真民调并不是假民调 事实上台湾在报道 俄乌战略的消息是先天不良 后天失调 所谓先天不良 是我们并没有派自己的过去采访 大多是接收外电消息 后天失调是因为要呼应 政府的外交政策 比较支持乌克兰 但这是货真价实的民调 那它的民调来源是来自于KiIS 那我们翻译成这个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 那也有媒体翻成基辅国际社会学院 这个民调是严谨的 因为它有把整个过程交代出来 它事实上从两年多前 俄乌战争开展的时候就持续做下来 是一个滚动式的民调 那最新公布的数据 如同我们画面所示呢 是在五月下旬 还有六月下旬 各做了一批 那合计10672样本 那3%的抽烟误差 大概在95信心区间之内 怎么解读呢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画面所示 有32%的乌克兰民众 同意某种形式的领土让步 它用的名词是这个constation 可以翻成让步或退让 那当然所谓32% 就介于29%到35% 这个区间之内 那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 还有55%的乌克兰民众 是反对的 那也就是说介于52% 到58%之间的民众是反对的 这是一个相当严谨的民调 不过我也讲 这是意义很有限 因为尽管有32%的民众 支持领土退让 虽然说从开打初期的10% 增加到32% 表示有相当多的民众厌恶战争 但是不要忘了 它并没有说明 怎么样的一个退让法 它只用到一个部分领土退让 那没有包含2014年 就丢掉了克里米亚半岛 它也没有讲 那目前乌克兰全境有 大概20% 五分之一的国土被俄罗斯控制 那是部分退让 还是这20%里面的小部分退让而已 它完全没有讲 那就好比说甲午战争战败 清廷有人认为各样台湾是一个缓兵之计 日后再透过国际干涉 或是用金钱马买回来 所以即便同意领土退让 也不代表会跟俄罗斯层层投降 不过这个民调意义很有限 还要在于责连斯基的态度 虽然有人认为它是伪政权 任情借本的 不值得打交道 但是它的态度 绝对比这个民调重要 另一方面 美国跟北约态度又如何 又是更为重要 因为美国跟北约 投注了大量的金钱 物力成本在上面 那也不可能血本无归 所以这个民调 看看就好 可以表示说乌克兰民众 厌战 可能渴望和平 但是离真正停战 还有很遥远的距离 好 那衍生出来的话题 就是讲到 第一个泽伦斯的态度 再来是美国跟北约态度 我想跟建长一姐来探讨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现在前线 目前最重要的战况是如何 因为这两个月 感觉乌克兰的战况 有点急转直下的感觉 那主要关键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路透社 路透社是这样认为的 觉得乌克兰最近 战况急转直下的 关键原因有几大的理由 第一个先来看到 是乌克兰自己的媒体 他们是自己这样声称的 或者说现在以战损的数据 来评估的话 俄军平静要阵亡六个人 才会责损一名乌军 那当然因为双方的数字 在战场上都会有一些些的浮动上 这个我们要后续再讨论 可是路透是这样说的 最近乌克兰战况急转直下的 关键原因是因为 除了第一个 他们的军政高层决策 似乎有问题 再来第二个关键原因 就在于现在外界就认为了 美国跟北约 没有办法有效去解决 炮弹产量不足的问题 这其实专家一开始就讲了 就是说你美国跟北约 你不可能源源不绝的 一直给它供应炮弹 现在世界上战场这么多 美国自己其实也是蜡烛两头烧 所以镜长你怎么看 真的是因为这两个关键原因 让乌克兰现在前线战况 真的这两个月 变得特别特别的差 首先我说战场的决策 你只要打输 你都是决策不好 你只要打赢 你都是决策好 所以说都是以结果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弹药的问题 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2024年 俄罗斯预计它的弹药是400万枚 就是今年它400万枚 那除了它自己的 它有好不说从别的地方买 好不说北韩 那乌克兰呢 北约全年能够提供它 52万4千枚 那美国原来它一个月生产 1万4千枚 就是它的最大量 它为了这个战争 它已经提高到2万4千枚 目前它可以涨到2万4千枚 那它说它很短的时间 它要提高到4万枚 一个月 那12个月就是48万 加上原来北约的52万 就是说它们最大最大的 就100 100万 所以1比4 对 是完全没有办法打的 那有没有可能说 我举个例子 美国或者北约 你们增加生产线啊 对 那我是这个 好不说军火商好了 我原来是一个 对 谁来出钱也没关系 我也可以投资 因为这个可以赚钱嘛 万一下个月 我做完了 增加三个生产线 然后战争停了呢 我生产丹药给谁 你知道吗 那个三个人 不会冒这个险 那这个战争 还能拖多久 所以你叫它增加 它不会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我们真的要去问 我觉得台湾 要有这个东西 做借鉴就是 把自己的命运 交到别人手上 那是一个最悲哀的事情 你今天要打 是不是 你就凭你自己的本事打 你不要寄望张三 寄望李四 那些都是不牢靠的 如果你觉得我可以打 而且我愿意打 那你放手去打 如果你把希望 寄托在美国 寄托在日本 我想是不必的 这是第一个 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命运 寄托在别人的手上 我觉得今天乌克兰犯的 最大的一个错误 就是他的命运 在别人的手上 这是乌克兰人民的悲哀 这是谁造成的 泽伦斯奇 所以泽伦斯奇该下台了 差不多 他其实任期也到了 那建长我想问的是 你看 现在不只是弹药不足的情况 还有我们一直讲的F-16 F-16现在马上就要到了 可是问题是 现在乌克兰自己的总司令都说 他可能功效真的有限 理由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乌克兰总司令怎么讲的 因为他说第一个 俄罗斯拥有的空中力量 跟强大的防空系统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你考量到 你有可能会被击弱的风险 所以就算F-16战机来了 他只能用在距离前线 40公里 或是更远的地方使用 也就是说 以白话文来说 他的地面部队根本没有办法靠这个F-16 获得喘息的空间 那你怎么来看 就是说 就算F-16驻政 好像你对于这个俄军 你也是不太有办法能够击毁他 F-16能不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完全看他的敌人是谁 如果他去打夜门 胡塞组织 哇 那是天下第一大利器 这个没有任何的人能够拦截他 可是他偏偏对不起他面对的是俄罗斯 俄罗斯按照这个全球的这个叫 Global Firepower 这个东西的估计 他是全球排名第二 他只输给美国 他在中国的前面 那很多人认为说 第二是因为他的核武 他有这么多的核武 他当然排第二 错了 Global Firepower 他去衡量一个国家的军力 他有50多个因素 没有核武 核武不在这个平量的范围之内 所以你就知道 他其实俄罗斯是一个 一直以来 他的军事科技非常强大的 他是现在不行了 但是有一句话叫做 20的骆驼比马大 他就是这样 他到目前为止 还有一下这些东西是 在俄罗斯是很先进的 核潜舰 他在世界属艺术 还有一个 他的雷达电站反干扰的 就是电子技术 他非常先进 中国大陆很多东西 其实跟他在学的 他的导弹啊 巡航弹啊 火箭也很先进 我刚刚说的这一个电子 跟这些东西的结合起来 就是什么东西很先进 防空系统 他的防空系统 号称全球第一啊 那固然最近 我知道有一些这些 说在战场上证实 他好像没有这么耐打 S400怎么样 S500 当然他还没有复兴 但是未来都是 我们从他的株源 数字 我先说这东西好不好 我先去看他株源 他都是排名世界第一 那虽然有人说他不好 但是如果你是飞行员 你要面对这个 你要叫我拿命去死啊 我当然是躲得远远的 那他为什么躲40公里呢 因为啊 如果他拉得很高 我跟你讲 他要躲200公里以外 因为这个S400可以倒到200啊 但是他只要低下来 那个地球曲线 大概在40 所以他只要飞得低 40是对他的一个保障 那他要怎么样用 远远的就打了 或是躲得远远的 我说远远的就要 他底下那个飞弹 可以打 可以打 可能是400公里500公里 我就打了 我就回去了 所以他在恶物战场 他能不能扭转战局 不可能 所以他的力量是有 所以刚刚那个人说的是 航家 专业的 他们真正的知道 问题在哪里 所以乌克兰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司令都认为 就算F-16来了 可能也很难扭转 所以接下来 是不是几乎根本就是说 现在也看得出来 所以谈判可能会是 他们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 尤其是在这几个月 就要实现 我觉得如果换船骨 他真的会很快的就结束 为什么 他乌克兰 能不能打下去 你以为是乌克兰决定的吗 不是乌克兰决定的 是美国 北约也是由美国操控 我也提醒一下两岸 尤其台北 有一天如果打起来 你以为台北能够决定 打不打吗 有一句话说 要解业一个国家的主权在谁 看谁有开战权 你就知道台湾的主权在谁 是 好 所以看得出了 这几个月来说 对乌克兰来说 这样的一个和谈 可能也是他们的选项之一 接下来关心的是乌克兰的国防部表示 俄军在对内茨克州的库拉霍夫 发动了近期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 这一次用上的包括了11辆的坦克 45辆的装甲车 还有大量的步兵都参与在战争当中 这一波攻势最后是遭到乌克兰的这个79 第79独立空中突袭给击退 虽然乌军他在陆战上面击退了俄军 但是我们看到乌军总司令还是向英国卫报专访的时候表示说 俄罗斯确实拥有非常优越的航空力量跟防空系统 担心被击落 所以他们把这个F-16战机只能远远的放在前线40公里处 甚至是更远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乌克兰击退俄军是在盾内此刻的攻势 但是F-16的部分刚刚提到 他们非常担心无法真实的发挥战力 怎么看接下来俄乌在下季的这整场攻势 夏威哥 其实当然你说以F-16战机来说 它是不是一个好的战机 它当然绝对是一个好的战机 但是战机它本身它只是一个载台 真的要让它能够发挥最大的功用 还是在于它上面在的这些空对空或空对地的武器 也就是它本身要有足够长的锚 或者说它要能够有足够 能够攻击对方的这个地面的武器 那这个时候它的战机靠近前线才有意义 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以美国 这个对于这个欧洲盟国提供给乌克兰的这个F-16战机上面 有没有包含甚至于最先进的AM-120等等 这些空对空飞弹等等 这些其实都还是颇有变数 而且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今天你的飞行员要能够熟悉这些装备的使用 不是三天两天一个简易的训练就能够快速达成的 像以我们中华民国空军的这个F-16战机的这个接装来说的话 当初我们从1997年飞机开始陆续接装 真正等到要形成足够的战力 大概也要等到2003年以后 也就是说接装之后大概五年 才有可能真正形成一个可视的这样的战力 那像这个乌克兰 它现在所获得的这些F-16战机 在等级上来讲 跟我们现在空军的F-16战机 等于我们空军在没有做性能提升前的战机 他们是相同的这个规格跟能力的 那但是呢 如果说这些那个盟国 在没有美国的同意下 也不能够就轻易地把像AM-120这些先进的空对空飞弹 提供给乌克兰 那这时候乌克兰的战机 如果在空中遭遇到俄军的这个战机的时候 变成说俄军的战机能够发射的飞弹的 这个可能在空中的射程距离 远大于你F-16能够攻击它的这个距离的时候 那你这个F-16飞过去 不等于是给俄罗斯空军上赛吗 而且俄罗斯的这个空军 就他们叫空天 现在叫空天军 它本身 它的本身的整体的空防 也是非常完整的 也就是有战机 然后有预警机指挥 那另外呢 也有包含像它的这个S-300 S-400的这些防空飞弹 比如说它透过它的地对空防空飞弹 空对空的战机 跟空对空战机的这个拦截 还有预警界指挥 它其实对俄罗斯的那个境内本身 是构成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的防空网 那这个时候你 那个F-16战机 乌克兰拥有的 如果并不具备 要压制对方最重要的防空网 压制的这样一个那个能力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战机过去 相对来说被攻击的这个可能性就非常高 当然我们也看到 在俄乌那个冲突刚开始的时候 美国其实也就有提供 像包含这个反辐射飞弹 这些给这个乌克兰 甚至乌克兰还把它加改装到 这个米格-29战机上 让米格-29战机都能够发射 美国提供的这个 那个HM88这个反辐射飞弹 但是如果说今天你的这个战机 跟美军的这些这个飞弹搭配 那甚至说 虽然现在也用了这个F-16 来搭配这些的这个防空网 压制的这个能力的时候 你本身自己的能力够不够显手 或说你的战机 能不能够有效地压制 对方的这个防空网 都是这个F-16在战场上 能不能够顺利执行任务 一些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整体来说 F-16是个好战机 但是它需要一个完整的 配套设备通通到位 那这个时候才有可能 跟俄罗斯空军稍微抗衡 因为毕竟不可否认 当初原先在射进这些武器的时候 最大的这个对手 所模拟的这个对手 跟对手的确是俄罗斯 等于说现在F-16 要在乌克兰战场面对俄罗斯空军 的确反而是真正回到原始 最原始F-16所要设定的攻击 那个打击的这个对象 能不能够成功 那有看就是说 那个乌克兰空军 跟俄罗斯空军 他们彼此的这个训练跟能力 好 整体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这俄罗斯的防空网 现在还是非常的缜密 对于F-16 还是有一些限制性 不过这场战争 俄乌战争 接下来会怎么走 现在多了这个美国的角色 因为美国多了非常多的变数 我们要来关心到 就是因为美国总统大选 11月份登场 那7月21号 我们都知道这个拜登退选了嘛 那拜登退选之后 乌克兰立刻有了动作 外长从7月23号到26号 立刻是应邀访问了中国大陆 会见中国外交部的王毅 会谈的是时间超过了三小时 外长库列巴 他在会后也发表了演说 宣布乌克兰接受谈判两点原则 我们先来看到画面上 第一点他说 没有乌克兰参与 就没有关于乌克兰的协议 第二个是要完全尊重乌克兰的主权 还有领土的完整 我们先来关心 拜登一宣布退选 乌克兰外长为什么立刻就去访问大陆 谈俄乌的和谈 是因为现在基辅已经对美国的信任 几乎崩盘了吗 议员怎么看 靠山山倒 靠人人倒 这一次泽伦斯基 然后他自己能够清楚地感受到 尤其从先前美国布林肯 然后或者是川普 或者是万斯 然后所讲出来的话都如出一策 布林肯更是直接讲说 如果换了政府的话 我们当然是没有办法 继续援助乌克兰了 他言下之意不仅是坦诚了 对未来乌克兰的援助会终止 好像对于自己能否连任 大概也没啥信心 那么川普的副手万斯 更多次受访讲得非常清楚 他认为继续去支持乌克兰 对美国是没有意义 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要去打击俄罗斯 是很荒谬的事情 那他的态度跟川普的态度 完全是一致的 所以乌克兰会对未来美国的 这个所谓的调停 抱有极大的问号是可想而知 再加上因为川普所说 哎呀我们24小时之内就能够解决 但是从头到尾没有讲 具体的方案是什么 没有任何的细节 你怎么24小时之内解决呢 那当中是损失多少乌克兰的利益 作为代价呢 是损失乌克兰的多少的领土 还是丧失了什么 所以一切都未知 那是否要让乌方承担巨大的损失 泽伦斯基当然是没有自信 而再者是对于过去川普 他的一些前科 就是过去特朗普在执政的时候 那他跟俄罗斯的关系就比较好 也没有积极展现出支持乌克兰的状态 那再加上在政策上面上 他一向都是主张 美国都是要尽快的摆脱 什么对外的这些资源 应该要加强回归复兴美国本土等等的 所以政策上也会让乌克兰 对川普保持很大的疑问 那再者当然就是相较之下 拜登的支持是非常明显 而且是可见过去都有历史的政绩的 所以当然相较于不确定性的川普 那乌克兰 泽伦斯基感受到了庞大的压力以及危机 所以怎么办呢 就赶快到中国来求救了 好 那如果是这样对美国这么没有信心 找中国来求救 但是乌克兰外长又提出了两个条件 听起来又这么的硬 中国有办法调停恶务战争吗 郑总老师怎么看 首先我们注意到就是说 其实在前几个月的时候 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还公开批评过中国大陆 那现在很显然就是乌克兰外长 去访问中国大陆跟王毅 在广州谈了双方对于俄乌战争的看法 我认为这已经反映出来 就是说乌克兰还是很清楚地认识到 中国大陆是他们现在要通过 谈判解决俄乌战争的一个 最关键的一个行为者 那当然第二个就是在于说 虽然乌克兰现在就是说 他的这个条件看起来还是很强硬 但是他也邀请中国大陆参加 年底的这个峰会 那很显然就是说 在年底这个峰会 现在按照中国大陆原先 所提出来的一个主张 那很可能也就会邀请俄罗斯参加 所以这个也就是反映了 就是说他也对他原本在谈判上的一些立场 做一些调整 当然我觉得我必须要说 就是乌克兰现在的立场很强硬 俄罗斯的立场同样也很强硬 因为乌克兰是说 他原来是说他要这个克里米亚要拿回来 然后俄罗斯要先撤军 这听起来就是不太可能 可是俄罗斯要求说 把他现在宣称已经归属于俄罗斯的这四个州 全部都要乌克兰完全撤军 这也是不可能 因为这四个州 克尔松也好了 杂波罗热也好 或者是对内刺客 卢干斯特 这些都还有相当部分的领土 是在乌克兰军队掌握当中 所以说你要他在他不战而撤 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合乎逻辑 也不太可能的 所以目前来讲 就怎么样让双方各退一步 所以一个比较可能的 第一个先从谈判的做法上做调整 也就是说双方可不可以在没有前提条件下先做下来 有任何的前提条件都不可能去实现谈判 所以只有说双方先做下来 因此11月的这个峰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第二个就在于说 到底这个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或者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大概现在是各国的这个领袖都多数是同意 就是说中国大陆是有这个能力的 当然有一部分的专家认为说 俄罗斯不会就范 但多数的领袖都认为说 全世界如果中国大陆没有这个能力 其他国家也不可能有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中国大陆到底愿不愿意这么做 当然有人是说 中国大陆可能不愿意这么做 因为俄罗斯陷入这个俄乌战争里头 对中国大陆还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它让俄罗斯就更加的依赖中国大陆 然后美国和欧洲也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欧洲上 这个也放在乌克兰上 这也对中国大陆来讲 它有更大的一个战略空间 可是事实上来讲 中国大陆也面临到一个非常 对它来讲非常有诱惑力的一个奖赏 就是说如果它在俄乌战争中扮演一个积极角色 很显然它可以有效地去把欧洲拉到自己这边来 因为像现在芬兰的总统也好 波兰的总统也好 包括法国总统马克宏 以至于乃至于这个德国的总理萧斯 都对习近平这个总书记提出了期望 就是说都期待中国大陆能够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像这个这几周 芬兰总统才公开表示说 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那它这个总统很特别 因为它过去是公开宣称它是一个亲美的 然后它现在告诉大家说 它希望美国减少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一个对立 跟这个竞争 双方能够有更多的合作 那这就看出来就是说这个欧洲的人心所向了 就是说如果欧战争能够顺利地解决 能够和平地收场 能够谈判地解决 那中国大陆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非常关键 那所以我认为在面对欧洲的期望这件事情上 中国大陆是有这个诱因去做这件事情 同样一个问题请汉婷来补充好不好 你怎么看中国大陆愿不愿意介入调停 这个一边是俄罗斯他对他的依赖 那另外一方面还有欧洲这边 可以跟他有更好的连结的利益 刚刚卓老师帮我们讲了很多 你有怎么看 其实在这一次呢 乌克兰有先做好了充足的功课跟准备 在这个时间点 第一个当然是整个俄军的大军压境 在战场上对乌克兰相对不利 第二个就是在美国的因素之下 实在是没什么办法 第三也是因为中国大陆刚办成了几件事情 包含上是北京宣言等等的 所以在现阶段来说 北京是比较有能力而且有实力 而且最关键的是能够跟俄罗斯 还有在乌克兰 甚至在国际之间都能够说得上话 也只有北京了 所以乌克兰确实除此之外 也实在没有别人可以来做协助 那么之前呢 这个乌克兰他就讲说 希望能够遵循过去中国呢 所提出来的六点倡议 而这六点倡议 其实可以认真看得出来 外界会讲说西方都认为 哎呀这个大陆一定都是去支持俄罗斯啊 甚至是像美国军援乌克兰一样 大陆都去军援俄罗斯 但是呢对中国大陆来说 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甚至呢这个大陆的无人机 还是卖给乌克兰 所以呢 在这个状态之下 就是相对于中国大陆 他只不过是采取比较客观 或者讲说相对中立的立场 只不过没有一面倒的去抵制俄罗斯 相对比较中立 所以在这个立场之下 那么对乌克兰来讲说 虽然你没有那么样的挺我 但是你没有全然的倒向俄罗斯 至少就是有争取的空间 而且大陆的立场 在这两三年以来 一直都没有停过 一直都没有变过 都是希望能够尽速的和谈 以及结束战争 不过最具体的也就是所谓的 目前俄军所占领的这几个地方 到底应该实际的归还或归属给谁 那恐怕呢也不是北京一个人能够说了算 那完全还是要看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 双方之间的争执 只不过是说 由北京来做主导跟协调 大家比较有幸福力 如此而已 好 谢谢汉廷的补充 观众朋友这一节我们来关心的是 俄乌战争的最新局势 现在俄罗斯的国防部宣布了 乌克兰东部盾内此刻 周首辅盾内此刻是以西的小镇 这个地方叫做克拉斯诺霍里夫卡 是已经几乎完全被俄军所攻占了 另外呢包括了卢干斯克 还有哈尔科夫地区北部其他多个村镇 也都被攻占了 美国战争研究也透过卫星图像 真正的确认说 俄军现在已经推进到小镇的中心地带 而我们可以看到俄军连日来 还从盾内此刻式的西南方向 发动了各种的地面攻击 俄军目前的主要的战法 主轴到底是什么 能够继续的持续有能力 在南北东面来推进吗 纪文总编怎么看 其实我们从最近几个月的 俄乌战争这个战场形势来看 其实俄军没有发动这种大规模的攻击 之前说好像往卡尔科夫这个地方 发动攻击 那目前证明它也是局部性的攻击 主要是做一个缓冲区 而且我们发现 其实类似俄乌战争这种 巴赫木特 马林卡这种血弱模仿 因为这种模式不断地在复制 比如说近期在顿巴斯地区 这个顿内茨克州这个地区 就好几个城镇反复争夺 俄军派出规模不大的兵力 持续消耗乌克兰的军事力量 因此我们从近期俄军一些态势 可以感受到 那持续消耗乌克兰的有生战力 然后阻绝乌军未来反攻 可能聚集的大能量 这是目前俄军的主要战法 而这个战法我们可以看到在 这个顿内茨克州 也可以看到在巴赫木特周边的地区 都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 那另外俄军还对于乌军 未来的重要武器 特别是西方军援的F-16 目前进行一个基础设施的不断打击 削弱F-16未来部署在乌克兰 它后勤体系 包括机场 弹药库 还有物资储藏中心等等 它所发挥的战力的支撑 或者强化的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 俄军目前的方式就 既持续消耗乌克兰有生力量 包括武器装备 特别是人员 还有对于乌军 未来新的武器体系 它可以发挥的作用 进行一个制约 总体来讲 俄军目前就是以 目前所占有一亩三分地 好好的打好基础 我以顾手为主 持续消耗你乌克兰 让你乌克兰 即使未来有新武器进来 但你也没有足够的能量 能够对我发动大攻击 那以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保守态势 我认为俄军正在为未来俄乌战争 以谈判来解决打好一个基础 刚刚总编也特别提到 现在俄罗斯的部分正在削弱 这个接下来针对F16 美国这边提供的F16的补给 后勤补给等等 我们持续关心 其实乌克兰自己内部 有一些地方是不想要F16的 到底怎么回事 也代表现在乌军是 验战情绪高涨嘛 外传F16战机正在准备 要正式参与备战了 但是来看到法新社的报道说 目前得知在乌克兰西部一个小镇 这个地方是旧康斯坦丁尼附近 一个旧苏联时代存在的空军基地 可能就会是F16的 接下来进驻基地 但是这个小镇 其实它是一个观光很重要的地点 里面有很漂亮的城堡 还有这个世纪塔楼 核滩等等 但是这个当地的民众 确实不想要F16 博物馆的导游也说 我们希望F16不要进来 因为进来的话 即使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可以成功拦截 但是碎片却还是会落在我们这边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危机 我们现在看到 居民的反应都非常的厌战 乌军缺乏的不只是武器而已 民众的事迹也非常低落 这个情形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议员怎么看 当然战争持续了 这么久的时间 作为一般的民间老百姓 会有厌战的氛围 也不希望自己的生活 再受到战争的打扰 希望尽快地结束 回到和平生活 这就是黎明百姓最正常 以及自然而然的愿望 那这是在个案上 但如果我们宏观来看的话 就是乌克兰内部的一些反战 或者讲说客观叫做 士气低迷跟士气低落 是存在的 因为像单纯地讲说 我们不希望这要怎么样 可能是个人的 但普遍来说还是有一些问题 因为经济的下滑 以及乌克兰的居民承担的 越来越多的一些负贺及负税 都是必须要自掏腰包的 来为乌克兰的军费上去做采购 这实际上会直接影响 大家对于战争的支持度 进而导致士气低下 在美国的野兽日报就直接指出 就是因为民众觉得 自己的经济负担越来越大 所以他们对于战争的支持度 就显然的是显著下降 而这也让军队的士气 陷入了比较低迷的状态 而第二个如果我们看到 乌克兰内部军队的部分 也面临了严重兵源短缺的问题 最严重的一个营 甚至只剩下五分之一的兵源 其他要么招不到 要么死光了 要么就是逃走了 光是在今年的前四个月 逃走的兵源 就跟去年一整年是相同的人数 将近有两万多的逃兵 而面对这个逃兵 乌克兰怎么样呢 当然我们以前还是会去抓 可是就已经很难再抓回来了 所以发布的政策是说 只要你逃了 你愿意回来的 那就不再给你形式上的处罚 那其实想 那就继续跑 那就等于是继续跑 所以兵源的缺乏 以及长期 它也不像俄罗斯一样 是有轮换的制度 当然在一线作战的人员 也是士气非常的低迷 觉得非常的疲惫 而这些也都会感染到 他们这个国内的一般民众 那在第三个 就美国国会山报也报导 就是领导人呢 感觉最近也有点士气下滑 跟低迷的状态 为什么 好像说这个泽伦斯基 也缺乏了在战争刚开始的 那一种的信念感 或者是勇气感 或者是那种 誓死捍卫到底的那一种氛围 所以这些因素呢 都让人觉得好像有点悲观 就话可能还是讲一样的话 但因为也受到很多国际因素的 这些制约 以及俄罗斯的大军的包围 或者未来随着川普要当选 那么援助乌克兰的经费 都会相对的减少 以及不确定性 以及不可靠的因素 越来越多 所以这一些包含经济 或者是他的兵力不足 以及整体上下的国际氛围 然后乃至领导人的一些行径 其实都会导致在地的民众 这种厌战 反战 或者是士气低迷的情形 好 那我们就要看说 接下来俄乌战争可能会怎么走 包括说刚刚提到的嘛 内部自己都很厌战 民众厌战 军队厌战 泽伦斯基自己都士气低落 再加上美国总统大选 现在川普可能会入主 白宫机会再持续的上升 接下来俄乌战争 有没有可能划下和平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他也宣布说 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 乌克兰的外长将在 7月23到26日访中 那这一次的访问行程当中 库列巴也就是乌克兰的外长 他在北京也表示了 我们要避免在和平方案之间 产生竞争 基辅应该要同北京直接对话 就连泽伦斯基总统也表示 如果说接下来俄罗斯 愿意讨论的话 同意结束乌克兰战争 我们愿意和合作伙伴 一起同俄罗斯代表谈判 至于对方是不是川普 这个东西是不重要 也没有什么区别的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总统 拜登退选第一周 乌克兰外长火速访中 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到底传达了什么样的一个讯号 老师怎么看 访中的不止乌克兰外长 库列巴 连日本我们看到 北京宣言也都签了 其实这真的就是一个 国际政治的现实面 最大的霸权国换了一个老板 而且政策完全不同 跟国外的这个互动 跟关系也都不一样 所以当初跟着拜登 这个喊打喊杀 或者是说被他灌了迷汤的 这些国家 现在开始赶快去面对 川普2.0怎么办 那当然第一个 我觉得在国际上 大家都认为川普大概会当选 这也是我们现在台湾这边 一般的看法 那第二就是川普在 共和党提名大会之前 他提了一个共和党的 这个党纲里面 有20点就是承诺 这20点里面的第8点 那承诺 他说会避免发生 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第二句话 会尽快地达成 欧洲跟中东的和平 那欧洲那就是俄乌战争 中东就我们刚刚谈的加萨战争 那不幸的是 很显然川普跟普京的关系很好 相看两对眼 但是呢 这个川普显然非常不喜欢责任斯基 重磅话题 观众朋友现在聊聊 俄乌战争在今年的下半年 一定会出现关键转折 甚至直接进入和谈吗 我看来现在阴阴期盼的F16战机要到了 但是西方国家呢 武器给的真的叫做不甘不脆 援助给你用 但是推了一堆的限制 两年半了 乌克兰老百姓真的打累了 现在连乌克兰自己人都觉得该和谈了 如果11月份川普真的当选 那这场战争会直接终止吗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了 是这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最近参加峰会了嘛 他提出了哪些建议 这些建议的前提下就是F16要来了 我们先看一下哦 泽伦斯基说 希望呼吁西方各国勇敢一点点 你进一步来解除对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 讲的基本上就是即将要到的这个F16的战机 特别点名谁呢 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波兰 因为这些国家的勇气 可以对所谓的和平 发挥所谓的关键的影响力 好那接下来关键就在于11月份嘛 大选结束之后 如果川普当选了 乌克兰的处境会更艰难耶 不过乌克兰人已经有所准备了 我们来看到关键的这个对话 其实就在川普正式被移民为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第二天 马上一通电话就跟泽伦斯基通上了 而且呢 现在形容说 这一段的通话是非常的棒 到底讲了什么呢 内幕稍后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那不要忘了川普当初就是誓言嘛 他要结束这场战争 好 这些前提之下都在于 因为F16马上就要进到乌克兰了 我们来看一下了 美国的五角大厦发言人怎么评论的 我可以援助你F16 但是你必须战时是被俄罗斯 占领的土地上来使用 你不能够深入到俄罗斯的境内来使用 那就是限制了嘛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那华府智库的战略兼国际研究中心的 高级顾问是这样说的 以他来判定 这个F16的交付出局预期会有所帮助 但是功效是有限的 就连乌克兰自己安全合作中线主席都这样说 你要达到功效 至少至少60架的F16才够 要执行重大行动的话 那你现在要想要把俄国的空中战力 推离乌俄边境 这一些的禁止跟限制恐怕有点困难 因为不要忘了俄罗斯也早有准备 俄罗斯其实早就针对在F16可以停好这些战机当中 这些机场当中去做攻击了 那好我想先问一下了 先问一下的这个是院长我们怎么来做观察 责任西自己在表明他不想要这些限制 因为你这些限制给我的话 我这场战争怎么打得赢 你不让我去攻击他境内 可是俄罗斯对他们是不客气的 火箭炮直接就砸过去了 所以院长你怎么看 现在前线战况吃紧 但是这场战该怎么打 F16马上就要来了 真的基辅拿到了会有功效多大吗 他们美国华府那个智库的人都已经讲了 他说你这来了以后功效有限 所以说我说整体来讲就歹系脱棚 而且呢这个我觉得凶多吉少 这个问题大了 这里面当然有几个观察点 第一个呢你说这个责任西自己 他当然呢他当然希望说越来越多越好 可是呢我们大概要知道 这个乌克兰以前是属于以前的苏联的 后来才独立的 所以说他的武器系统啊 都是苏联的系统 所以说在打仗刚开始的时候 那像是像波兰啊或者捷克啊什么 像这些国家以前也是跟苏联很好的 这些国家他用苏联系统的 他们给这个责任斯基的这些武器呢 他立刻上手 可是现在你F16是美国的 好了 那你这个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你等于说从人员培养到 这个维修到配套到什么 你全部要重新来过 那哪那么快啊 而且我还要打仗啊 对不对 那所以我说这个情况啊 确实不是那么乐观 那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我觉得要提两个人 你刚提了一个 这个川普 还有一个谁呢 还有一个是叫做奥班 奥班是什么人啊 奥班是现在的这个匈牙利的总理 而且他7月1号开始接任 欧盟的轮值主席 哇 政治党的动作特大 他先去见了这个斯林斯基 然后又去见普丁 然后再去见习近平 最后见谁 见川普 他说川普已经给我承诺了 就我上任 不是上任 我胜选的第二天 我就开始要 第二天还没那么急 不是当天就对了 不是当天 因为当天来不及嘛 就是说 因为他只是胜选 还没上任啊 你上任到胜选还有两个月啊 对不对 他说我只要胜选的第二天 他说我一个电话 就把这个事情摆平了 意思就是说 他要运用 他跟普丁之间的这个交情 来处理这个事情 而怎么处理 现在这些方案啊 都网络上流传着 非常厉害 这里头当然简单讲几个 就是一个 第一个就是割地 意思就是说你乌东的地区啊 就属于这个俄罗斯了 那你的那个中间的 就是那个克里米亚呢 两边共拐 那另外呢 就是你乌克兰 你不可以加入北约 就说这几个是大的 那当然很多细节了 所以说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说 这种状况呢 都已经摆出来了 好 那你说责任司机你要怎么办 对 来啊 你这个飞机来啊 好 飞机来还有什么问题呢 你西方国家都答应了 大概给他70架 可是他只有20个飞行员 可以飞这个飞机 不够啊 完全不够啊 在江五刚说的 这个维修了 配套了什么的 这些东西都要重建 哪那么快啊 没那么快的 好 那所以我说啊 现在责任司机怎么办呢 我看啊 就有一个办法 去帮拜登助选 蛤 问题是 问题是你跟他 是好有用吗 他就叫你投降啊 那不管了嘛 那就是说 因为你要帮拜登 你要去帮拜登助选 或者帮这个民主党助选 让川普不要上台 那这个东西还有救 可是我看 你说这个东西我看 已经大肆已去了 所以基本上不怎么看好 绝对不看好 好 那建长我想起来看一下 其实刚才我们讲到一个关键嘛 就是其实电话已经打出去了 这个就是在这个 川普 川普其实正式被提名之后 他马上一通电话 打给了泽伦斯基 川普之前就说过大话 他说他上任 一天之内结束战争 好 刚才这个院长觉得有可能 胜选 胜选之后一天之内结束战争 那建长你怎么看 现在这通电话 到底这通电话内部是什么 可是泽伦斯基他态度说 他觉得这通电话非常棒哦 到底两个人讲了什么 那因为川普的态度 像就是他要结束这场战争嘛 那接下来你怎么看 首先川普不管说什么东西 都是像英文句子里面叫做 最高级 我是最棒的 拜登是最糟的 我过去的什么东西都是最好 他都是最高级 对对对 他不管跟谁讲 只要是他讲话都是最棒的 非常棒的通话 这是他的一个习惯 这是他的选举语言 他个人个性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真的是相信 只要他选上 当然你说一天是不是 这个一天你很难定义 不是说他当选一天 他还没处理呢 对不对 你还没有 你当选那天你就是总统了吗 你有拿到这个美国的大权吗 但我相信他从出手开始 一天之内会结束 因为如果他当选 正式上任美国总统 那事先他都会找人去协调这件事情 就好比说我举个例子 任何两国的领袖 去签什么东西 见面签什么东西 你以为他们是见面才谈吗 当然是事先 参谋早都写掉好了 甚至见面之前我们都已经知道 我们只是见面 代表说我们发布一个新闻稿是这样 所以如果他愿意说 出来说我要来处理让他结束 我相信他真的可以在一天之内结束 而且川普这个人 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怎么样厉害你知道吗 你去看他写的一本书 他有教你怎么样去跟人家谈判 他在所有谈判之前 他会让所有他能够施展的压力 都给你最高的压力 北约哪里 他会动用所有的东西 但是他不会打仗 他不会打 他就是给你所有的压力 那泽伦司机就会觉得 他所有面向都不行 而且你说 他泽伦司机会不会同意 停战或怎么样 决定根本不在他 在谁 在北约 北约 如果我举个例子 北约通通说我们今天抽手了 我们让你乌克兰自己去打 我不军援女了 我也不让你加入了 我始终觉得 我们看二屋 是一个热闹的心情 可是我始终觉得 两岸真的要拿这个东西当一个借地 你知道 就他能给我们什么教训 我只问一个 乌克兰的战胜 战胜的目的 战胜是什么 你们先来给我定义一下 什么是你乌克兰的战胜 你打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 他都说不出来 只是美国叫他打 他再继续打而已 可是他领土被人家抢走了 这个东西我就跟你讲 他可能抢回来吗 他从一开始的时候 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乌克兰就有讲述六个条件 你做好这六个条件 我就立刻撤兵 这六个条件中间 只要乌东两个州独立 还不是我拿走 现在他被乌克兰 不是俄罗斯吃下四个州了 就所有当初要求这六个条件 通通乌克兰都做到了 乌克兰没有一项能够坚持 就是你坚持下去 这么多人民死亡 这么多人民流离失所 最后你得到你的目的了吗 我觉得台湾将来 有一天真的要去想这个问题 你们坚持下去 打下去 你能不能得到你要的 你能得到 那你考虑去做 我现在肯定能告诉你 你不能得到的话 执政者真的要去想一想 是不是有别的方法 而不是靠战争这条路 那现在不就逼着乌克兰 我们讲的就是割地和谈 四个字 只有可能 范斯已经讲了 范斯也讲 他公开讲 我根本不支持原乌 静原乌乌克兰 我不支持 第二个 他就认为乌克兰应该割地 我觉得这是两个人一样的 最终的结果你试试看 如果说这个停战 我相信后来会停掉的 在如果川普当选 结果必然是他割地 他肯定不可能把土地给让回来 好 这是从外交的这个政策上来看 但是我想跟牛老师一起来探讨是 其实我们不只是说国际情势是这样子 其实泽伦斯基其实也会被逼了 尤其是被谁逼 被自己老百姓逼 我们看一下现在最新做出的民调 就是乌克兰自己的媒体做的民调 这民调怎么一回事呢 现在最新民调六月底出炉的 已经有超过百分之四十四的乌克兰自己人 他们觉得是时候了 真的该正式谈判了 那不觉得该谈判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五 所以认为谈判的多了九%以上 那还有将近20%是还没有决定的 但不管如何 光是这个数字 牛老师你们怎么来解读 在你们学界来看 基本上愿意谈判的人是多了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就算泽伦斯基他不愿意 他会不会都被民意被民心逼着 他真的得去谈这件事情 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就乌克兰他们内部的 一个民调来讲的话 是百分之四十四的人愿意谈 百分之三十五的人不愿意谈 这个部分确实给泽伦斯基 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那但就是说呢 即便内部的一个 民意调查有给泽伦斯基压力 但就是说就外部的一个战场来讲的话 他的压力可能会更大 他的压力可能会更大 所以等于就是说 如果拿捏不准来讲的话 其实政权崩解 都有他的一种可能性 因为毕竟就现今这个民意来讲的话 其实是希望能够谈判 因为已经打得太疲累了 所以等于就是说 即便泽伦斯基希望能够用国际宣传 然后出口转内销的一个操作方式 来鼓舞民心士气 可是形势比人强 现实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就是说民众针对这样的一个 天天的一个战事 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不耐的 已经忍受不下去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对泽伦斯基来说 确实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严酷的一个考验 那但就是说呢 到底现在是不是谈判的一个时机 基本上来讲的话 如果从谈判理论来讲的话 现在并没有达到谈判的相关的一些条件 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说谈判如果要成局来说的话 它大概有三个前提条件 第一个前提条件来讲的话 就是有一个无法忍受的一个僵局 而这个僵局是双方都无法忍受 可是你看战争打到现在来讲的话 俄罗斯还是认为就是说 它有相当程度的一个获胜的一个机会 那泽伦斯基也会认为就是说 只要美国跟西方联军 提供相当程度的一个资源来讲的话 它还是有一战的一个本钱 所以战争持续就双方来讲的话 并没有达到所谓无法忍受的一个僵局 所以第一个谈判前提是不成立的 那第二个谈判前提来讲的话 就是说单靠一己之力 是没有办法解决僵局的 可是就俄罗斯他坚信 他可以把乌克兰给吃下来 那泽伦斯基也会认为就是说 如果西方国家给予他持续的一个 援助来讲的话 他说不定有收复师土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所以你看从俄罗斯跟泽伦斯基的考量来讲的话 靠一己之力解决僵局 或许他们还认为还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机会 那所以呢第二个谈判前提条件也不成立 那第三个谈判前提条件就是说 透过谈判解决僵局是可行的可遇的 也就是说根据成本效益来讲的话 彼此会认为就是说谈比不谈要好 那谈判才会成局 那可是就现今来讲的话 并不是那样的一种情况 因为俄罗斯他还是想继续挺进 那就泽伦斯基来讲的话 也就认为就是说 现阶段他没有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胜利的一个战役 如果今天要上谈判桌来说 他可能就会受制于俄国 或受制于美国跟西方国家 那所以呢谈判解决僵局 未必就双方来讲的话是符合成本效益的 所以现阶段来讲的话 你说谈判要成局 我觉得三个条件还没有形成的一个情况之下 谈判要成局的可能机会是不是很大的 特别是乌克兰他一定有做一定程度的盘算 也就是说西方现在的一个军援物资越来越多了 那所以呢对于他来讲的话 或许是一个反攻的一个机会 如果今天要谈的话 一定要在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战役 他取得一定程度获胜这样的一个机会 他的一个谈判权利跟筹码 才能够慢慢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反转 即便他不断地用国际宣传的一个战术 希望能够膨胀自己本身的一个权力结构 产生以小博大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但我坦白讲 这个部分来说形式还是比人强的 这个筹码并不是泽伦斯基 可以牢牢地操控在手中 况且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数 也就是说拜登也好 或者是川普也好 基本上都是把泽伦斯基 把乌克兰当作是一个筹码在使的 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这个变数就特别特别大 乌克兰只是一个棋子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拜登跟川普 在竞选策略竞逐的过程中间 大家只会盘算怎么样子 乌克兰的一个战事 对自己本身有最大的一个利基 那所以我觉得就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乌克兰 你拜登就不用选了嘛 那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 谈判要乘取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变数 要做相当程度的控制 是 所以其实节目上你看 现在两派了 谈不谈 那当然我觉得关键都在于 其实美国到底是非常重要 大家各自有盘算 应该这样说 所以乌克兰真的现在在国际间 恐怕他真的是一个棋子的角色 可是俄罗斯现在也表态了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俄罗斯怎么讲的 俄罗斯自己的这个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就说了 其实俄罗斯好像也透露一些端倪 他说现在也准备好跟西方国家 就乌克兰的问题来做谈判 西方应该停止原污武器 那这个冲突才会结束 所以牛老师你怎么看 其实看起来俄罗斯 似乎有些条件情况之下 他也觉得我们可以谈 但是条件要成立 那你觉得俄罗斯的态度 但就是说我认为俄罗斯的一个态度 基本上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他会认为就是说 他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能力 可以拿下乌克兰 或者是呢 挺进乌克兰 导致关键的圣战 只要导致关键的一个圣战来讲的话 他就能够在谈判的过程中间 不断争取筹码 把这个谈判权力更拉高 然后立于不败之地 那这是一个部分嘛 那第二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 俄罗斯来讲的话 他也不是把乌克兰当作 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 他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 当然是美国嘛 也就是说 他其实是一个俄美博弈 这样的一种逻辑 而乌克兰他只是一个边陲的一个角色 他只是一个筹码化的一个角色而已 那所以对俄罗斯来说的话 我当然是不断的一个挺进 获取战争的一个成果 只要战争成果 我能够明显的拿到的话 我跟美国博弈的谈判筹码 也就越高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 他盘算的是这个部分 那就现阶段来说的话 你说谈判要成局 我觉得俄罗斯 他的意愿可能都不高